哈喽各位志友 今天我们来讲板筋 一听到板筋 你是不是直觉想到汽车板筋 也就是汽车的外壳呀 其实啊 板筋才不只是如此嘞 除了刚刚提到的汽车外壳 电气用品 器皿 餐厅储具 到电脑外壳 甚至是飞机的外照 这都是板筋的范畴哦 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了解 板筋以及它的加工工艺吧 进入战片之前 也欢迎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给我们一点支持和鼓励 给大家更多好懂的工业科普哦 板筋就是板状金属的总称 因为金属的特性 比起一整块的金属 薄片的金属要切 要折都轻松很多 而且金属的强度高 薄薄一片 就已经足够用来做成各种制品 材料利用效率超高 成本自然就低 所以在工业上大量的使用 实际上呢 人类在西元前4000年 就有运用金属薄板 来制造兵器的记录 当时要取得板筋 可没那么容易 金属没有木材这么软 这么好加工 所以要把金属变薄 只能透过人工一直敲打才行 有点类似锻造 一路要到西元前600年 才在中东和南亚 出现了类似 现代制作板筋的机台 压制机的雏形 压制机是用两个大滚轮 把金属粘以 kró sino 繁量 轻松愉快 就跟擀面团有点像 常用的板筋金属材料 包括铁板 铺锈钢 铝铜 以正代钢铁类板筋的生产来说 会从裂钢厂 的高温炉开始 将荣融金属到处冷却 转化成大块又厚重的半成品 钢胚 然后送去压制厂 这时会把钢胚加热到1100-1250度 软化后压制 就称为热压 热压的板子厚度比较厚 大多运用在建筑或传播液 不过这样的厚度 对日常生活用的板筋来说还是太厚了 所以常常会再进行另外一次的压制 这时的压制可以在常温中进行 我们就叫它冷压 而冷压制作的薄板材料 最薄就可以达到0.1mm 而冷压和热压除了厚度的差别 在表面外观上也大幅相同 没有经过表面处理的热压钢板 通常都保留着碳化的黑色外观 颜色较深 有粗糙的起步表面 我们就称为黑皮料 相对的冷压钢板 因为压制前会在经过热处理或酸洗等制成 表面比较光滑平整 外观呈现亮面雾面的金属反光色 我们就称为光板 而压制完成的板筋 为了方便后续加工或运输的需求 通常会卷起来成为圆柱状 或是用剪床裁成片状 方便工厂买来加工 接下来我们来讲加工 依照厚度板筋还可以分成薄板筋和厚板筋 3mm以下我们就叫它薄板筋 用在电器名声用品汽车 3mm以上就叫厚板筋 用在建筑大型设备和船舶 两个的加工方法虽然有一点点的差异 但大致是雷同的 从流程来说 我们可以分成剪切成型结合三个阶段 分别来说明一下 板筋的剪切就像剪纸一样 把需要的材料取下来 专业上我们就叫它下料 工业上主要透过冲材和雷射切割来实现 而冲材就是用冲压机来裁切板筋 搭配不同形状的模具 用高压把板材裁切 打孔 几秒就一个 加工快速非常适合大量的下料 而雷射切割 高功率雷射 比较容易热变形 或是也可以用水刀 水刀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工艺 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解说吧 接下来来讲成型 板筋成型的方式主要有 折弯 冲压 抑压成型三种 也就是板筋成型的玉三家 折弯就是用折床来加工 跟折纸一样把板筋折弯 利用上下膜加压的方式来弯板 上膜我们通常称为刀具 常见的大概分直刀和弯刀两种 弯刀主要是应付折弯后的弓箭干涉的问题 而下膜就称为V型膜 是用来影响要弯折后的造型 基本上光是折弯这样折折折折 就已经能做出很多生活中的产品 像电脑机壳 家具 机器外壳等等的 光是折弯就已经制成一个产业了 然后考考大家有没有注意看 板筋第二家是谁了 没错 冲压 冲 利用高压冲击搭配模具 来完成各种不同的立体造型 有称为拉伸 隐身 除了工业零件之外 金属生活器皿 杯子啊 碗都是用冲压来做的 不过板筋的特性其实有点像布料 虽然可以很容易塑形 但同一个位置变形量也不能够过大 不然很容易就产生断裂的情况 所以冲压常常需要开多个模具 多冲几次才能够分担那个变形量 达到理想的造型 所以像画面上寄个水壶 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曲面 但也是需要分多种的工序 另外比较细长的造型 还会使用冲压的加长版 深冲来完成 透过先夹住板材 然后再用模具缓慢加压的方式 不断的把造型变得越来越长 越来越细 以上这些冲压的流程 都可以用自动化设备串接起来 在同一块板筋上产出很多件产品 或是直接把多道工序一次完成 就变成了连续冲压 一片进去成品出来 在大量生产的时候效率超高 然后讲讲板筋成型第三家 溢压成型 溢压跟冲压很像 但不是利用撞击 而是利用液体的压力对材料塑形的方法 有 这些液体是有这么猛的吗 过压力大的时候真的有了 例如管材溢压 就是把液体用超高的压力灌进管材的两端 金属材料撑不住就会变形啦 机体一点像是爆炸成型也是用差不多的原理 这种方式可以做到一般模具无法成型的复杂造型 像是脚踏车车架 排气管 保温杯这种齐形怪状的曲面 或是超厚的金属 像天然气管就需要用到这种成型方法 最后这些成型好的板筋 会在依照需求去选择组装结合的方式 可以用焊接直接封死 如果需要拆装 也可以用各种扣件来固定 螺丝啊 直钉 拉钉等等 其实有蛮多种蛮多学问的呢 应该许多要进入这个领域 或是刚要开发板筋产品的人都很头痛吧 影片播到这儿 如果你还在就算你我有缘啦 这里有一堂线上课就介绍给你咯 这一次非常难得是我们帮自己业配 你想要开发你自己的金属产品吗 脑袋有很多创意却不知如何实践吗 觉得工厂的技术太深奥 老板又没空教你很难自我学习吗 没问题你的烦恼我们都听到咯 没错 我们自制的第一堂线上课程金属产品量产必修课 板金篇推出咯 如果觉得看我们频道讲的不够深 那你一定要看自己个 精彩内容包括超详尽的板金工艺整理 板金材质的特性解析 和工厂接轨的成本评估方法 还有具代表性的专家案例分享 无论你是对开发产品抱有憧憬的新鲜人 想搞懂制成的设计师 产品PM都适合来上次堂课 从材料到工序设计到报价全部一次搞懂 连结都放在留言处啦 请各位务必支持啊 拜托拜托啊 到了最后总是想讲一下 其实人也像金属一样 金属一整块的时候很难加工 就像把姿态拉很高很硬的时候 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难以改变自己固执的想法 但如果把心态放软 凡是抱着开放的态度把自己摊平 就能开拓视野获得韧性 像板金一样变化出各种有用途的形状 人生就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好了今天就这样 我们一起来躺平吧